俄羅斯加大了空襲的力道 再對烏克蘭關鍵的基礎設施 來進行新一輪的飛彈攻擊 烏克蘭總理就表示了 死傷人數到現在還不清楚 那麼更多戰爭的消息 我們交給記者李作恆 好 俄烏的戰火還在持續 我們看到俄羅斯是持續加大 他們的空襲力道 主要針對的城市呢 包含了像是首都基輔 以及烏克蘭的南部港口城市奧德薩 另外就是第四大城地涅波羅 都有這些被空襲的痕跡 那麼現在烏克蘭方面 他們也指控說 俄羅斯針對的一些目標 包含了像是天然氣的供應廠 這樣一來可能會造成天然氣 有可能烏克蘭的使用 會有一些問題 還有就是國有的飛彈製造廠 那烏克蘭的總理史米加爾 就提到說確實 飛彈是從基輔的上空 呼嘯而過 而且也攻擊了地涅波羅的國有火箭 製造商是南方機械廠 但是到底這個死傷有多少呢 目前的數字還沒有辦法完全掌握 好 這一波轟炸都鎖定了天然氣的設施 現在等於烏克蘭的能源系統被摧毀了 可是冬天已經來報導 對居民來說這將是一個非常艱難的處境 再把時間交給左河 好俗話說烏漏偏逢連夜雨大概就是上漲的情況了 因為現在俄烏的戰火不斷 但是又出現了出雪 也就是這個所謂的寒冷冬天 很多的歐洲國家非常擔心的狀況要來了 因為在這個地涅波羅的地方 我們來看到在數週以來 有出現了一些空襲 各地的能源設備呢 因此是重創了 那我們都知道能源設備 對烏克蘭來說 冬天要到了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沒有電 這些都可能會造成影響 那外媒的記者就透露說 在這個外頭看到已經在飄雪了 可是偏偏現在在烏克蘭 有些地方是受停電所苦 基輔的州長庫列巴就提到說 俄羅斯在氣溫奏降的時候 來進行了一波攻擊 這個已經是嚴重的破壞了 烏克蘭當地的電王 夜間的氣溫很可能會降到 負十度C 那又沒有電可以用的情況之下 居民的處境會更加艱難 而俄軍撤離了赫爾松之後 烏克蘭警方和專家 便進駐調查戰爭罪 目前已經發現了 至少有六三具曾經遭受 虐待的疑鐵 而烏克蘭指控了 俄軍在赫爾松犯下了四百三十六起的罪行 交給作合 好 在這個俄烏的戰火當中 我們看到雙方不只是在戰場上的攻防 其實還不斷地互相指控 現在烏克蘭再度的指控說 俄羅斯在赫爾松犯下了四百三十六起的戰爭罪 就帶你來了解到調查人員是宣稱說 在赫爾松他們發現到有超過六十三具的遺體 那發現到這些遺體的時候說身上有一些酷刑的痕跡 那當然就指控這個是俄羅斯所為 烏克蘭的內政部長這位莫納斯提爾斯基就提到說 執法單位已經是確定了俄軍在佔領情街犯下了四百三十六起的戰爭罪 那其中在哪些地方像是十一處有拘留所 有四個酷刑設施 赫爾松的檢察官也提到說 有八百名遭到拘留的人 是指控說俄軍確實有對他們施暴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